当代社会,我们面临着诸多复杂而纷繁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充满挑战和机遇。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法家思想家韩非子的智慧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更好的理解和应对当今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寻找适合现代生活和领导力的智慧。 韩非子的四大余人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领导和管理的重要原则。 这些原则不仅在古代政治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让我们深入研究这些原则,并探讨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第一原则,不人。 韩非子的不人原则强调,领导者或管理者不应该过度担心道德问题,而应在必要时果断行动。 这并不是鼓励不道德的行为,而是要求我们在关键时刻能够坚守核心价值观,同时采取必要的行动。 在当今社会,政治家、企业领袖和组织管理者都面临着复杂的决策。 他们必须在人事、资源分配、战略规划等方面做出关键决策。 这些决策可能对员工、社会和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不人原则提醒我们,领导者需要在维护道德和价值观的同时,做出勇敢明智的决策,以确保整体组织的利益和持续发展。 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领导者可能需要采取艰难的措施来减少公司的摊排放,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成本和牺牲。 然而,这种不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公司长期可持续性的投资,有助于保护地球资源和社会责任。 第二原则,不清。 不清原则要求领导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既有神秘感,又不让他人过于窥探内心。 在当今社会,这一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交媒体时代,领导者需要格外小心,以防止个人生活对工作产生干扰。 同时,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助于领导者保持客观和公正,不被个人情感作用。 这一原则还提醒我们,领导者应该鼓励员工之间建立互信和合作的关系。 通过建立互信和尊重的工作环境,团队可以更好的协同工作,实现共同的目标。 在现代社会中,团队合作和协调对于解决复杂问题至关重要。 不清原则为领导者提供了建立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思路。 第三原则,不信。 不信原则强调在管理和领导中要保持警惕,不轻信他人。 这一原则在当今社会同样非常重要。 领导者需要确保所有交往都经过仔细地考核,不轻信他人的承诺, 而要根据实际行动和结果来评估他们的可信度。 在企业环境中,领导者需要与供应商、合作伙伴和客户等外部利益相关者打交道。 这就要求他们保持警惕,确保合作伙伴和供应商遵守合同和承诺。 同时,领导者还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防止欺诈和不当行为。 这一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不要轻信他人,而是要依靠客观的数据和事实来做出决策。 在当今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着海量的信息和数据,领导者需要具备分析和判断的能力, 以识别真实可信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此外,不信原则还鼓励领导者保持透明和公开的沟通。 这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工作文化,使员工能够自由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和反馈。 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领导者可以更好地利用团队的智慧和创造力,推动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第四原则,不会,不会原则强调,领导者不应该过度依赖个别成员或团队,而应该鼓励整个团队的发展和成长。 在当今社会,这一原则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 领导者在团队建设中应该平衡个人才能和整个团队的需求。 过度依赖个别员工可能会导致组织的不稳定,因为如果这些员工离开组织,可能会留下空缺。 此外,过度依赖个人的权力也可能导致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不满情绪。 因此,领导者应该采用平衡和公正的方法,以确保每个团队成员都有机会发展和贡献。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领导者应该鼓励团队成员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职业发展。 这可以通过培训和发展计划来实现,以确保每个员工都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 同时,领导者还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资源和权力的公平分配,不偏袒个别成员。 这四大法家喻人数原则代表着古代中国智慧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现代管理和领导的有力指导。 通过深入理解和应用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建立强大的团队和组织,实现成功和持续发展。 这些原则强调了领导者的责任和角色,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决策时,要坚守核心价值观,同时要保持客观和公正。 这些原则还鼓励我们建立健康的边界,以保护自己的隐私和权威,同时建立互信和合作的团队文化。 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则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他人,而要依靠客观的数据和事实来做出决策。 总结来说,韩非子的四大御人书原则不仅在古代政治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为我们提供的有关领导和管理的宝贵智慧,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建立更强大,更有任性的团队和组织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些原则听起来可能有些严格,但实际上是管理和领导的宝贵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成就和更高的目标。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你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这些古代智慧,提升你的领导力和生活质量。 愿这些智慧的火种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